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对自己糟糕的民意调查数字感到沮丧 希腊批准了一项新法律 授予无证移民居住权 前提是他们有一份工作 2021年海地总统遇刺案中 一名前海地参议员被判终身监禁 前锋和四星级跑峰市 ESO橄榄球队预计签约班级的亮点 分析LSU转会四分为AJSwan的加入 请大家收看 拜登对自己糟糕的民意调查数字感到沮丧 华盛顿邮报 据报道 拜登总统对自己的低民意调查评级 越来越感到沮丧 他召集了自己的高级顾问 并严厉批评了他们 尽管拜登公开表示不屈服 但他的低支持率使他在私下里 变得越来越烦躁 他对自己在民意调查中的地位向助手们发火 在与团队的会议上 拜登抱怨说 尽管经济增长 失业率下降 但他的经济信息几乎没有对民意产生影响 根据盖洛普的数据 拜登的支持率目前为37% 与1980年吉米 卡特的支持率相同 白宫希望经济表现能够改变公众舆论 拜登竞选团队和白宫对经济在过去一年中超出预期感到乐观 希腊批准了一项新法律 授予无证移民居住权 前提是他们有一份工作 美联社 希腊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为数以万计的无证移民提供居住和工作许可 以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 这项由中右翼政府起草的法律要求提供就业证明才能获得居住许可 联合国对这项法案表示赞赏 它将影响约3万人 其中许多是农业工人 该法律不包括2020年11月之后到达的移民 希腊仍然是进入欧盟的主要入境点 今年迄今已有约4.5万人抵达该国 2021年海地总统遇刺案中 一名前海地参议员被判终身监禁 美联社 前海地参议员约翰、乔尔、约瑟夫因密谋杀害海地总统乔文内尔 莫伊兹被迈阿密的一名联邦法官判处无期徒刑 约瑟夫是在迈阿密被指控与这一阴谋有关的11名嫌疑人中的第三人 检察官表示 这一阴谋是在海地和佛罗里达策划的 目的是雇佣雇佣兵绑架或杀害于2021年7月遇刺的莫伊兹 另外两名被告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有7人正在等待审判 前锋和四星级跑峰是 ASO橄榄球队预计签约班级的亮点 雅虎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 预计将在周三的签约日签下19名高中新生 目前在247Sports排名第50位 并填补所需的位置 这个班级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5名球员 总体排名第37位 分析LSU转会四分位AJ Swan的加入 雅虎 周一 LSU在其四分位阵容中增加了一名球员 签下了范德比尔特大学转会生AJ Swan 这个增加并不令人意外 众所周知 LSU正在寻找一名有经验 且还有几年资格的四分位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表示 墨西哥将对德克萨斯州 在边境拘留移民的行为提出挑战 彭博社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宣布 墨西哥将对德克萨斯州州长 格雷格阿伯特签署的一项措施提出挑战 该措施允许州执法部门逮捕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洛佩斯 奥弗拉多尔指责阿伯特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 利用这样的措施谋取政治利益 并表示州长不会从这项措施中获得任何好处 墨西哥总统发誓要保护移民 并表示反对这项新法律 阿尔伯塔省伦理委员会表示 解雇迪娜 新销时遵循了规定 加拿大环球邮报 阿尔伯塔省的伦理专员宣布 该省前首席医疗官迪娜·亨萨博士 被聘用并被解雇 担任阿尔伯塔卫生服务部的原住民健康核心工作时 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此前 两名高级阿尔伯塔卫生部高管辞职 声称 亨萨的解雇受到政治干预 伦理专员发现 虽然前卫生部首席执行官 在终止Pinsha的合同决定中提供了意见 但没有证据表明 他只是了这一决定 因此 没有对总理Daniel Smith展开调查 德桑蒂斯有一个月的时间 来挽救他的竞选活动 否则就得向特朗普屈服 英国每日电讯 罗恩 德桑蒂斯的首席策略师杰夫 罗伊辞职是一系列竞选动荡的最新一例 他停滞不前的民意调查数据 让人感觉他曾经有希望的竞选正在崩溃 然而 宣布德桑蒂斯的竞选已经失败 是为时过早的 在取得胜利之前 获胜的竞选往往会经历困难时期 德桑蒂斯的支持者 希望罗伊的离职 能让德桑蒂斯展现他有魅力的保守自我 诺丁汉森林队在英超联赛表现不佳后 解雇了史蒂夫 库珀 雅虎 诺丁汉森林队解雇了主教练史蒂夫 库珀 并正在与前郎队主教练努诺 埃斯皮里图桑托进行谈判 以接替他的职位 库珀的离职 是因为森林队在过去六场比赛中输掉了五场 这位44岁的教练在2022年带领森林队晋级英超联赛 结束了23年的顶级联赛缺席 森林队目前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17位 过去13场顶级联赛中只赢了一场比赛 最近一场比赛以0比2输给了热次队 阿拉巴马从前五星级德州农工大学防守线球员 Lebbius LT Overton获得了重要的承诺 雅虎 阿拉巴马州已经成功签下了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转会的防守线球员 Lebbius LT Overton的承诺 Overton在农工大学度过了两个赛季 最初计划成为2023年招募班的议员 但重新分类已与他的哥哥一起比赛 Overton在大学生涯中录得48次铲球和一次爆摔 他在最终选择加入新红潮之前 曾对南卡罗莱纳州和阿拉巴马州进行正式访问 阿拉巴马州的教练组招募Overton成为一名防守端 类似于阿拉巴马州的高年级球员 Justin Eboidby Overton加入了阿拉巴马州强大的防守线组合 包括Johin Otis James Smith Tim Keenan Sun和Damon Payne 巴西诉讼将JBS与亚马逊保护区破坏联系起来 寻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美联社 巴西肉类加工公司JBS和其他三家屠宰场面临诉讼 被指控购买在亚马逊保护区非法饲养的牛 这些诉讼由巴西朗多尼亚州提起 针对的是亚西帕拉纳保护区的开发 该区域已被伐木工人、土地霸占者和牧场主转化为草地 诉讼提供了转移文件的证据 显示牛直接从保护区送往屠宰场 信息似乎是非法牧场主提供的 这些诉讼要求赔偿约340万美元 用于侵入、占领、开发 造成环境破坏、阻止自然恢复核 或获得经济利益保护区 JBS拒绝回答问题 称尚未接到法庭传票 三家较小的肉类包装公司 Freakin、Distribal和Tangora 也被指控因从保护区购买牛而造成环境损害 这三家公司都拒绝置评 这些诉讼试图为破坏羽林定价 估计损失达10亿美元 总共 这些诉讼指控227头在亚西、帕拉纳饲养的牛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还会起诉其他侵入者进行赔偿 亚马逊羽林的三分之二的砍伐 是为了转化为牧场 朗多尼亚州是巴西亚马逊地区砍伐最严重的州 苏格兰高收入者的新所得税档位 BBC 苏格兰政府宣布了一个适用于高收入者的新税率 新的45%税率将适用于年收入在75000英镑 至125140英镑之间的人 最高税率适用于年收入超过125000英镑的人 也将从47%上升到48% 这些变化旨在解决15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并将增加额外的8000万英镑 高收入和最高税率的当前预值将被冻结 而不是随通胀上涨 从而增加额外的3.07亿英镑 苏格兰现在将有6个所得税档次 而英国其他地区只有3个 关于冰岛火山喷发的知识 纽约时报 周一 冰岛人口最多的地区发生了一次火山喷发 将熔岩喷向夜空 这次喷发比预期的要大 并且发生在一个被撤离的城镇和发电厂附近 当局向公众保证 生命安全没有立即威胁 旅行也没有受到影响 冰岛之前曾经历过火山喷发 包括2010年一次由于火山灰云导致欧洲航班受阻的事件 埃尔多安表示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号 可能有助于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土耳其总统塔伊普 埃尔多安 塔伊布·尔多安表示 美国向土耳其出售F-16战斗机的积极进展 以及加拿大的武器禁运 将有助于土耳其议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瑞典和芬兰去年申请加入北约 但土耳其因涉嫌保护安卡拉认为恐怖分子的团体 而提出反对意见 土耳其在4月批准了芬兰的入盟申请 但瑞典和匈牙利一直在等待 埃尔多安表示 他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 据报道 拜登表示 如果土耳其在议会通过瑞典的竞标 他将在国会通过F-16销售 圣诞老人从哪里来 布丁真的会搭配肉食吗 关于圣诞节 你想知道的一切 悉尼先驱晨报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圣诞节版本 拥有不同的习俗和传统 这个庆祝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 并受到各种历史 宗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圣诞节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节日 12月25日这个日期是欧洲基督徒选择的 尽管确切的选择原因不确定 它可能与冬至有关 冬至象征着光明的回归 和耶稣作为世界之光的诞生 其他理论表明 与古罗马在此期间举行的节日有关 圣诞节的庆祝活动 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 并成为许多国家的公共假日 在19世纪 通过便是邮政的发明和消费资本主义的兴起 圣诞节的传统进一步普及和标准化 这导致了圣诞卡片的大规模生产和交流 以及节日的商业化 圣诞老人与圣诞节相关的快乐胡子人物 源于围绕圣尼古拉斯的故事和传说 圣尼古拉斯是一位以善行和赠礼而闻名的基督教主教 现代圣诞老人的形象在19世纪通过各种文学作品和插图得到普及 装饰圣诞树的传统也有悠久的历史 它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 那里长绿树被用作冬季节日中生命和重生的象征 这个传统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德国商人进一步普及 并在19世纪与圣诞节联系在一起 如今圣诞节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庆祝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习俗和传统 尽管起源和实践各不相同 但这个节日仍然是慷慨、想象力和团结的时刻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了解到拜登总统对自己的民意调查数字感到沮丧 但他的团队对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接着我们了解到希腊通过了一项法案 授予无证移民居住权 但前提是他们有一份工作 然后我们得知前海地参议员约瑟夫 因涉嫌参与总统遇刺案被判终身监禁 接下来我们了解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橄榄球队 将签下一批新生球员 其中包括两位前锋和一位四星级跑锋 然后我们了解到墨西哥总统将对德克萨斯州在边境拘留移民的行为提出挑战 接着我们了解到阿尔伯塔省伦理委员会表示 解雇迪娜 新消时遵循了规定 然后我们得知罗恩·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正在面临困境 但宣布他的竞选失败为时过早 接下来我们了解到诺丁汉森林队解雇了史蒂夫 库珀并正在与努诺 埃斯皮里图桑托进行谈判 然后我们得知阿拉巴马州成功签下了德州农工大学转会的防守线球员 Lebius LT Overtain的承诺 接着我们了解到巴西肉类加工公司JBS面临诉讼 被指控购买在亚马逊保护区非法饲养的牛 然后我们了解到苏格兰政府宣布了适用于高收入者的新所得税档位 接下来我们了解到冰岛发生了一次火山喷发 但生命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然后我们得知土耳其总统表示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信号可能有助于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最后我们了解到关于圣诞节的各种知识和传统 圣诞节是一个充满慷慨和团结的时刻 不同文化有着各自独特的庆祝方式 那么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